巴黎奥运倒数24天 中华队的选手当然要赶快调整状态 尤其这一次被称为是国家队最大团的 就是我们的射击队 这里面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 郑建妹吴嘉颖 这一次也会出战 现场的训练状况连线给亭州 好主播 巴黎奥运倒数24天 我们东森新闻也来到了 桃园的宫西靶场要来直击运动 手枪国手目前的备阵状态 那这一次当然最受瞩目的 就是郑建妹吴嘉颖 也第三度的来征战奥运 那这一次包含他的最佳队友 田家珍也一起呢 入选了25公尺运动手枪的国手 那他们目前被认状态如何呢 一起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因为每一场比赛其实我都会归零 因为我不想要说 你看像去年巴库 我可能破了自己的最高纪录 591分这样 我不可能就把我自己定位在591 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想是一个压力 我只能就是把握当下 把我自己最好的动作 最好的流程全部都展现出来 目前的话是 我自己采取的心态调整 是不会刻意觉得 巴黎奥运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 它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然后用这种平常性去面对 好 郑姐妹吴嘉宁 当然对于这一次的巴黎奥运 他非常的有信心 那他过去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在2013年的时候呢 以及仁川亚运都夺下了银牌的佳击 那这一次呢 他能否再闯奇迹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好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